流线造型加上一座生态水池 看出来了吗 其实这里就是最近十分热门的景点 秋红谷 年轻学子发挥创意 将秋红谷来个大变身 果然显出不同风格 秦丽科技大学景观设计系 在最近挑选出几个知名公园 一让学生重新设计 希望培养年轻一辈的设计观点 所代表一个城市的地标 都是可能是建筑物 像巴黎铁塔 台北101之类的 那我们第一个概念就是 我们希望这块绿地空间 它是能够代表台中市的一个新的地标 而这个地标并不是一个建筑物 而是一个landscape 就是地景 一个景观 是一个人可以在里面活动的空间 那它原本是夏绿地公园 由胡市长就是市长命名的 那它对面那边是大独会歌剧院 那我们要做一个连结性的话 我们就是用曲线来代表 就是钢琴的音乐的那个旋律的琴瑟和名 那同时我们会用一些就是 例如像黑白剑 五线谱的一些符号 来做公共的艺术 然后让就是我们原本是 绿地的一个空间 从休闲 蜕变成一个艺文的一个展演的一个户外的空间 三年级的学生以秋红谷和夏绿地公园作为基地 除了要具有设计感 同时还要考栏到空间的实用性 就连上头要种哪些树 也必须仔细挑选 至于二年级的学生 则是以面积较小的社区公园作为蓝图 在设计之前 必须了解当地的人口组成 还有周边环境 才能规划出符合大众使用的绿地空间 然后最困难应该我觉得是设计发想吧 就是你要对基地要有先有感性的 就是理性的分析完之后 要自在发挥自己感性的想法去诠释它 事实上就是能够节能 也就是呼应政府整个节能减碳的设计 我想我们现在在新的设计官来讲 必须都实时考虑如何节能减碳 大概我们一再地提醒学生 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想这个问题 校方表示 只有让学生动手制作 才能够了解如何在设计和现实之间 找到平衡点 虽然制作过程相当辛苦 连续好几个月都要熬夜赶工 不过学生看到作品完成 依然感到相当的成就 期盼未来能够真的成为设计师 让创意能够付诸实现 记者我们家红 他这次了